中华邮政去年交出近144亿元盈余亮眼成绩 打法定目标的164% 交通部长林佳龙承诺 成果将与员工分享替员工加薪 中华邮政在6月28号召开董事会正式通过 公司化时的转调人员调增1% 公司化后进入的员工调增3% 多数人薪资可增948元到1357元 整体近26000人可受贿 由于中华邮政公司化之后 新任主管加给相较就职转调主管加给打七五折 在同工不同酬的情况下 员工较不愿接任主管 因此这次调薪案也规划新制主管比照就职主管加给 新制主管每人可因此相对再加4500元到9000元 等同调薪幅度达8%到13% 这项加薪案本周已获交通部核定 交通部表示回溯到今年1月1号实施 预估增加费用约5.24亿元 可于今年度用人费预算限额内容纳 不影响预算搅裤盈余 中华邮政公司则回应 目前还没看到交通部核定公文 根据作业程序推估 交通部核定后 员工最快9月初领薪时可正式加薪 还能一并领到今年1月到8月的加薪差额 苹果的新闻公司记者自己跑出来的 使他跑得更好更快 属于你的媒体苹果新闻网